王瞳泪眼汪汪旁边紧抱着的就是一姑一人艾成的母亲 两人哭到不能自己实在太舍不得 现在只能互相扶持 因为眼前正在播这段影片 我每一套衣服都是我妈妈量身定做 爸爸六岁就送给我一直麦克风 如今我会拿在手上 是因为我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爸爸在我的身边 集结艾成从小到大成长历程的照片 从表演到家人出游 艾成也在影片中诉说对家人的爱 即便跟他们错过许多相聚机会 心中仍然有着少少愿望 往后的日子 我每一年希望 常常中秋节可以在家里 可以跟家人一起吃月饼 喝杯茶 艾成说想回家的感觉 对爸爸的思念也促成了一首创作 爱成夫妻与爸爸妈妈合照伦波 看得出来四人感情很好 然而这些愿望或许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 台下家人们哭成一片 追思会上爱成的弟弟艾翔也上台表演 戴琪墨镜演唱哥哥的生前创作 这段画面曝光让不少人大吃一惊 因为仿佛就像爱成正在唱歌 造型与静歌热舞的样子 与爱成完全如出一彻 弟弟用这段表演 也传达对致爱哥哥的无限思念 李宁别生会中文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